南韓控方已收受賄賂和貪污等罪名 對前總統李明博提出起訴 李明博被指控從南韓情報部門和三星公司改路 接受了1000萬美元的賄賂 檢方還說李明博從他自己擁有的私人公司 也貪污了3300萬美元 李明博否認有任何違法行為 並且對他的指控是出於政治目的 李明博從上月起一直被收押 曾經是保守派商人的李明博2008年至2013年期間 擔任南韓總統 亦是在任或離任後被指控腐敗的第四位在世的南韓領導人 接替李明博擔任南韓總統的博錦衛捲入腐敗醜聞 上星期五剛剛被判處24年的徒刑